欢迎各位新浪网友 这里是新浪直播间 我是主持人赵宁 今天直播间里呢 迎来了韩庚 欢迎你 你好你好 是 看得出来 最近应该还是很忙碌的 对这段时间一直在排练嘛 就准备演唱会的东西 嗯 所以今天多喝一点水我也担心 就这几天一直在地下室在排练 灰尘也大 然后就边唱边跳 嗓子也不舒服 是但最近有很多的音乐成绩 要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第二章的这个个人专辑 韩庚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其实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如果不看字 大家还以为是你的名字呢 是我名字 其实那个音是同音 字还是不同字 为什么会有这样处理 怎么想呢 韩庚呢以前 这个词呢 是寒冷的寒 更新的寒 那这个词在以前在古诗里边 也有用过这个词 那就是黎明之前 在黑夜极致 到极致那一瞬间 叫韩庚 对 那整张专辑的概念也是 在黑夜里迎接光明 去征服 或者是自己来改变自己 去跟自己去 打拼的一个概念 既有同音的成分 但同时它也有非常 深厚的一个寓意在其中 那你的第一张专辑叫更新 再到韩庚 似乎都跟你的名字 有一些联系 对有可能和以后的专辑 都会有一个带着羹字 那我在想第三张专辑 有没有私底下聊过 可能会是什么方向 还没想那么多 因为现在满脑子全是给他演唱会的事 还没有想过第三集会怎么样 是在7月28号的时候 韩庚的这个演唱会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在北京的万事达中心 2012韩庚更新世界巡回演唱会 这也是韩庚第二次把这个个人 大型的这个个唱呈现在大家面前 嗯对 刚才我们直播前跟韩庚聊了一下 他说他还蛮紧张的 嗯压力还挺大 因为这次环节也比较多 还有准备的东西也比较多 因为整个有20多首歌嘛 加上以前的第一张专辑 还有这次的新专辑的所有歌曲 还有几首翻唱 那舞蹈呈现给大家有可能一大半 是边唱边跳啊 这样舞蹈的部分 所以最近整个的排练 主要重头都是在舞蹈的部分 对对对对 会有一些全新编排的舞蹈呈现出来 嗯有百分之六七十 能不能再 百分之八十吧 差不多 对能不能透露一下 他应该是什么样风格的 或者是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 以前的舞蹈呢 大家也都看过 像麦楼哥 飞鹅扑火 女皇这样 那这次呢 第二张专辑 有可能会换一种形式 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会大家看着觉得 很新奇的感觉 就好像刚才我们在交流的MV 小小面具当中的 尤其小小面具的舞蹈就更乖 所以我们的现场版看到的 可能跟MV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嗯 但是刚才你有告诉我说 那是在拍摄之前两个小时 刚刚编排出来的一个舞蹈 对就是我还对那个老师还挺不好意思 因为老师之前呢 因为那个老师在日本也是非常有名在德国世界冠军的一个编舞老师 在我去当天的时候 他已经拍好了 就我们也在练呀 时装的时候也在练 练好 到第二天拍摄的时候 我就觉得 感觉不大对 你那个不大对是觉得 歌的感觉 还有他舞蹈的感觉 没有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我就跟老师说 我说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 所以能不能 有一个更 更好的一些舞蹈啊 或者更好的感觉 能不能重新编一下 老师还挺好的 说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拍摄的前两个小时 才 才编排这个舞蹈 所以你对舞蹈是那种有天才般的领悟力 在很短的时间 你就能掌握一种全心的吗 我学的挺快 但忘得也快 短暂记忆 对 就学得特别快 但学得快 第二天呢 你得慢慢地恢复一下 才能记录 那第二天说 直接来就忘了 所以有的动作 有的几个点呢 有可能会忘 所以小丑面具的那个MV 你说拍摄了一天的时间 那个舞蹈对你来说也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可以这么说吗 嗯 其实跟以前跳的感觉不一样 对 所以就又重新 在跳的同时 慢慢又加自己的感觉啊 完了他再教我一些 比较重点的东西啊 慢慢融合在一起 配合在一起 因为完全要靠他那个呢 我的短时间内我也不行 对 所以就慢慢地 两个人在磨合 所以加入了很多自己 自己的想法 对 自己的理解在其中 对 小丑面具今天呈现给大家面前 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韩庚 会让大家觉得他的脸 真的会有那么多的可塑性 那一天在拍摄的时候 确实也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对啊 就是 就什么表情都有 就是当时导演就说 你就给我不同的表情好了 对对 你就给我不同表情 他说让你换 换表情你就换 或者挣扎的 或者笑的 或者怎么样 就让你换就换 对 那当天就在那坐着 画了不同的表情 然后站着也有 我等等 好多 哪一些表情是你以前的韩庚 就是没有 或很少去展现的 我觉得这几个表情 一般我都几乎是没有 都没有 几乎是没有 对 一般就是无表情 我可以告诉 就是笑的 或者怎么样 是 我可以告诉大家吗 你告诉我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 MV 那有点太恐怖了 对 因为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哇 有点 挺吓人的 但是说吓人的 确实是一个 里边是有 寓意在里边的 对 你看完之后 真的确实挺难受的 但挺难受的时候 你能反思一下 会反省一下 会 这个 这样的 为什么是会有 这样的一个创作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 就已经拟定了 两个版本吗 没有 没有 拍摄之前 我就跟导演 因为导演 之前呢 听了这个歌 他不懂中文 完了他听了一个 只是一个小样而已 他来到北京 跟我开会的时候 就 我把所有的 做好的 给他听 把我的想法 跟他说 然后还有一些 这个寓意 也跟他说 所以就 我就跟他说 怎么要去怪 怎么让他去 稍微扭曲一些 或者是 比较打动人一些的 一些东西 想要的 比较沉一些 色调也比较沉一些 反正导演就会 跟我们俩在一起沟通 最后就 变成了这样的一感觉 那 两个版本的出现 导演他觉得 他可以给你 再多一个选择性 就是 那个版本的 是我的想法 是你的想法 对 但是最终却 现在还没有呈现在大家面前 对 现在没有呈现在 那你是不是也很期待说 把它放到网络上 让更多朋友看到 看吗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有一点争议的一个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会很期待的 是吗 当然我会觉得 真的要看到 面部扭曲成 就是很夸张的韩哥 极其夸张的一个 你几乎一个看 认不出来了 认不出来了 反正这是我的想法 我刚刚导演说 就是怎么扭曲 怎么的 怎么的 怎么的撕心裂肺 怎么来 他就给我编了这个 但是大家看到说 这有点太正硬 我说那这版 留什么 就做了一版 比较正常 就是剪切上面 比较重视 对 那你现在头发的颜色 算是跟当时相比较 没有这个 又换了 没有 还是这个头 一直没有弄 就已经长出黑头发来了 你喜欢这样浅一些的 颜色的头发 嗯 还挺喜欢的 为什么 你会觉得 稍微有点个性 稍微变一下 对 稍微变一下 感觉还有造型 会有一个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想法 或者不同的一些 创意吧 我也觉得 其实在你呈现出的 很多音乐作品上 就能看到你 很希望不断地去求新求变 其实我是挺希望说 每一场演出 都会有一个不同的 一个感觉给大家 因为大家老是看了一首歌 在跳唱啊 也会有疲倦啊 对 那我想说每一首 虽然这首歌 但我会换一个方式 会改一下 这样去唱片给大家 但新的专辑也是一样 还有新的MV一样 不想是中规中矩 还像以前那样的感觉 对啊 比如说像上一张专辑更新的时候 你有去到像新西兰 还有美国去取景 那这次是跟日本的团队合作 也在日本去拍摄 对 那么这次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日本的整个拍摄团队呢 给你带来了什么样新的感觉 因为在日本拍呢 也是在棚里拍 那我之前的那个认识了一个很多年的日本朋友 对 那因为在学校就已经十年了差不多 真的啊 他也是做这一行 那做这一行呢 一直没有合作过 那这次呢 有机会了 他说正好我在台湾录音的时候 我碰见了这个日本的一个制作人 然后就跟他说这些 他说他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导演啊 这样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奇迹 跟他又一起合作 但合作起来确实挺愉快的 对 因为好像在我看到的很多 内地艺人的MV作品 很少有跟日本的导演去合作 因为我想 因为我觉得有的日本导演呢 确实是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我也想说 把这个MV 因为小手面具这个歌呢 就比较怪 因为我在录音的时候 我自己都快成神强平了 为什么 是在什么状态 因为你录完以后呢 后面还加一些铺垫 一些怪怪的声音 你这些听那个笑声啊 那是你自己的吗 这都是我自己的声音 后面的哭声喊声 全是我自己的声音 所以你是不是会有这种 分裂的另外一面 借由这首歌 把它淋漓尽致地宣泄 还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说想表达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想表达这个歌 表达的一个寓意吧 对 一个面具的一个感觉 所以在整个这张专辑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音乐作品 更有态度了 有更多想表达的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 包括我们说到 现在大家能看到的MV 除了小丑面具 就是狂草 那狂草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对对对 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那狂草是整个表达就是我这张专辑的概念了 嗯 以把它形容为 如果用语言来形容的话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狂草在 以及专辑 应该是比较 嗯 男人去发泄 去嘶吼 去挣脱束缚 去不易去妥协任何的 嗯 东西的一个 一个态度 一个态度 刚才你 其实这个MV就是表达了一个态度而已 嗯 那么狂草的拍摄 看到了你又换了另外一个形同 一个装束 一种状态 嗯 因为那是打扮成了一个远古的战舍 对 嗯 因为整个的感觉呢 以为有加了一些中国元素 对 嗯 以前想表达说这张专辑像一个中世纪 嗯 因为那时候中世纪是比较混乱的嘛 那在混乱中呢 有很多的不平等 或不公 或者等等等等 嗯 但那个时候呢 就想表达说 把那些人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废除掉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追求自己的东西 对吧 就做了一个战士 一个神的感觉 就 就有点像我想像中世纪的骑士 对 想做成一个那样的感觉 那你平时会喜欢 就特别留意中世纪的一些小说啊 或者是一些当时的一些故事 我比较喜欢看中世纪的电影 对 你觉得那个时候男人是特别闷啊 或者是特别有热血 嗯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是有激情的 或者有一些 嗯 渴望的 有一些激情的感觉 对 那整个感觉 复古那种感觉 我是比较喜欢的 是 嗯 它还充满了一种神秘色彩 对啊 就上次我去意大利拍一些照片啊 在那个时候 嗯 嗯 就感觉它的那个建筑啊 这个气氛 就感觉人就融合在那里面 是 你去找那个小的 小的胡同啊 或者怎么样 就觉得 就很舒服 但是你刚才说了 你也加了一些中国的元素进去 嗯 就中国的元素 比如说像那种 呃 女神 或者女神 还有一些书法 或者一些水墨 那种东西 会加进去 所以它就很奇妙 这种中西文化的一种碰撞 一种结合 对 刚才你有说说 那个骑马的那一波 还挺有意思的 有难度 那个MV呢 我觉得还算 比较轻松排的 就是不轻松 就是那个马 太难去了 那个马呢 就是 今天刚才我跟你说 我才第三次骑马 就让我练的 把它抬起来 那个到底要怎么做到 是就是拼命的去拽它 它就会 就拽了 一直拽了 拽了之后 那个马就抬起来之后 你的腿必须要夹紧 身体稍微往前一点 要不就趴 就摔后了 这个马其实是经过训练的 它可以 它可以 嗯 但是不听话 但是你会不会就不敢加那个力量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怕弄伤它 或者它不高兴了 刚开始不敢 嗯 但是那个驯马是比较凶 对 但是一直教训那个马 刚才一点都不听话 你拽它 它也不起来 或者怎么样 到最后 就实在没办法 我就下去摸摸了 它的那个 补马头说 拜托拜托 一条过了 那一条过了 是吧 从来没骑走马 拜托拜托 就跟它说了好半天 他就听懂了 他就听懂了 我觉得这马还挺有灵性的 哦 就是一直在跌着跌着走嘛 一拽就起来 一拽就起来 这几条就过了 那你未来会想去挑战更多的一些马上的动作吗 起马不是 骑士一定要骑马的 对不对 多帅 那是 那是扮演的一个角色 但是平常真的很少去骑马 在想骑马 但是有时候就不敢 对刚才我们是通过两个MV作品来说 这张新专辑韩羹嘛 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MV的作品 跟大家介绍 对还有三四个我差不多 三四个MV 先把两个这么有这个视觉冲击力的作品呈现出来 那么对于专辑里其他的歌曲 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的MV有可能会比这两个稍微轻松一点 就没有这么的视觉 因为整个MV 这两个MV都是舞曲 那以前所有舞曲都会挑些舞啊 很炫酷的一些画面 在里面灯光这样 但我想把它做的更视觉一些 有冲击力的感觉 所以把它做的非常有简介的 节奏比较快 但那个是完全的 慢镜头的一个视觉性的一个东西 那下面几个MV就会有可能会轻松一点 那大家看的会更开心一点 这样的 那还有一个MV 那会有一些沉重吧 这个沉重呢 全是我自己来拍的 有一个MV 对 因为听你的介绍 你可以感觉到这张专辑 从这个听觉上或者视觉上 都有很多你自己的意见 而且你已经用了好几次沉重这个词来形容 这个色调 为什么 因为沉重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 有更多的空间给大家会反思一些东西 但有些很多的东西呢 是大家去知道不敢说 或者是不想去说 或等等 但有一些 但这次呢 传辑里很想把我遇见的 还有身边的社会的 或者当中环境的 还有我自己想的 或跳出来看我的 一些等等等等 想把它写出来 写成歌 去来 去表达我的一个态度 对 在这张专辑当中 很多音乐都在探讨一些 冷漠 孩子 战争 等等这些 听起来就是 比较会让人沮丧 或者是 比较边缘关注的话题 因为现在呢 我觉得没有像以前的 那么样的 那么有 爱心护助啊 会那么有爱 但现在边边就变成了一个 浮宫 变成冷漠 缺乏爱 是这样的一个 给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那不像说 很早以前说 一栋楼 临与临之间的 那种 哎 你家没有油盐了 来到我家那去 我今天要做了什么包脚 你来吃点 不过那种感觉我觉得 会更舒服 更温馨 但现在就很少会见到这样 嗯 嗯 嗯